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离开黄马 今年夏天 刚满18岁的维尼修斯正式登陆伯纳乌 实际上他在去年就已经被黄马买下 并且花费了4500万的高价 对比他当时只有17岁的年龄来说 这个价格已经算是天价了 维尼修斯此前在巴西U17是主力攻击手 他2016年开始入选巴西U17 合集在14次为巴西U17出场的比赛中 打入了12球并有两次助攻 是当时那只巴西U17的主力炮手 但是在加盟黄马之后 洛佩特吉对这位巴西天才边风却并不敢冒 一方面球队在边风位置上 虽然走了C罗但并不缺人 阿森西奥已经上位 而贝尔则占据另外一个边风的位置 替补位置上还有巴斯克斯 甚至有11斯科在中场没有位置了也会来边风位置 客串一下 维尼修斯只是他在攻击线的末位选择 在赛季初试验魔合期 洛佩特吉使用维尼修斯踢了几场热身赛 在第一轮对阵赫塔队就将他放在了替补席 那之后 洛佩特吉就索性将维尼修斯扔到了二队卡斯蒂利亚 卡斯蒂利亚如今混迹西炳一联赛 西班牙第四级别联赛 而维尼修斯如今只能在这样的环境中争战 目前为止 他已经在西炳一联赛中出场了四场打入三球并有一次助攻 暂时位列西炳一设首榜的第三 但这仍不足以打动洛佩特吉 上周中欧冠队阵罗马的小组赛首回合 也没有将他列入出征的大名单 洛佩特吉对于维尼修斯的处理也引发了黄马主席弗洛伦蒂诺的不满 一名花费球队4500万欧元买来的天才却细之不用 这无疑是让黄马夏天 据报道 黄马主席曾向洛佩特吉施压 希望他将维尼修斯纳入球队轮换的名单 但是洛佩特吉则认为 球员并没有做好准备进入一线队 所以他也没有接受服事的建议将维尼修斯拉回到一线队 对于在黄马提西炳一的安排 维尼修斯感觉受到了教练不公正的待遇 他并不排除在刚刚加盟黄马半个赛季后就离开的可能 据报道 他所属的巴西TFEGENC经纪公司已经在尝试寻找新的下家 以让维尼修斯能够踢更高水平的联赛 这位18岁的天才一登陆欧洲就在黄马这样的顶级球队中寻找位置 看来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如果租借出去能够继续成长 对黄马 对维尼修斯倒也是好事 包爬就像费地部 椰子还体重 Premiu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